我们要创业 可以干什么意思 现在也是十部大院精神 好了创业了 来我再看一下这个 还有导人解说 好 其实呢我们关小楼简单的讲 它其实有在下面的 第一个设计就是这个 它是六十六 二十四十床大路屋村等的同一楼 换餐二楼 换餐的 然后第二个设计就是 外面握到这种鞭鞭 它全部都是用鞭鞭的一个方式 鞭鞭就是这种交接的地方 它都用鞭的方式 它会很塌子 所以这种鞭鞭很塌子 它真的很塌子 可是 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 这是因为后来鞭鞭 这里都没有放下鞭鞭鞭鞭鞭鞭鞭 就在一个 好,第三個特色就是這個 哦,做導覽了 哦,導覽了,要秀一下 加關進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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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呢 咦 好,我們也請 我的雅師代表是這樣的方式 請出話 表現在哪邊 表現在這裡 來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叫做雀鞠 台語叫踏鞠 那他是用鮮鞠下去做代表的 台語不看到鮮鞠的頭嗎 有了 靠左邊 下半 下半 彎上上 彎上去 這是不是也是這樣 對對對 這裡怎麼樣 有沒有頭 有沒有 來 樓上的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頭 有沒有看到頭 好 中心那個位置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先後的頭 他的家裡有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把琴 來 這裡一個琴盤 有沒有 晴晴 來 這裡有一本書 這裡有一幅畫 這樣才叫做什麼 琴 琴 書 畫 右邊左邊 右邊左邊 有沒有 樓上到樓下 那其實呢 他腳樓的主人是希望說 他的後代子孫不要只會做生意賺錢 對 肚子要有東西 一定要 一些文學的涵養還是要的 這個就是八角樓 他 用這種確定下去做代表 他一花那有也有 先後是因為的 先後代表的就是什麼 常壽的意識 我們往裡面看一下 阿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說的紀念碑 對 紀念碑 好 好 那好 阿媽媽 親一點點 好 阿媽